所以我还请假一个梦 就是我做梦见的 有两个场景 第一个场景就是 我梦见和很多同修一起坐船在江上放生 然后放生的水很清澈 放生的船也很大 船上装了很多的鱼 然后梦见一转 我们一起就把船上的鱼 准备搬到另一个小船上 放到小河里 同修们在搬鱼的时候 发现那个鱼全部变成银元了 就是那种民国士就圆大头银元了 然后那时候呢 我发现了我们放生的那条河里面 有很多人用鱼勾鱼 后面就来了警察 不让我们放生 但还拿了一个仪器去检查 我们这团的银元 他用仪器少说我们银元假的 梦里挺紧张的 请师傅慈悲解论 这个就是里边有放生 里边有不如理不如法呀 其实放生的地点 还是放生过程中呢 很难讲 就是有些人在聚财的时候 有不如理不如法 因为讲到银元就肯定不是地方了 是一定是买鱼啊 本来是鱼啊 后来变成银元了 也就是说 这些钱呢 根本不是 这些钱已经有人在练财了 或者放的少了 给人家给钱给的多了 或者怎么样了 这个呢就是跟我一起 我梦中那个放生的童兄呢 他就是经常帮着童兄呢 组织三放生 然后都是放到大江里面 黄埔江里面的 然后也是租着船放的 要当心了 要当心了 他有问题 以后最好陪个人 他一个人陪着他 去看着他放一次吧 我们都一起的 我们一起都是陪着的 就是这个同学 我们也都认识 鱼到位吗 鱼到位吗 那也有可能 那唯一的可能 就这些鱼都要死掉的 因为现实中是这样的 我们有两个放生地点 一个呢就是平时 我们集体放生 放到黄埔江的 另一个地点呢 就专门为师傅 您搭放生的地方 它是在外地 前几天呢 我们刚刚会说 放了4500只大甲鱼 我不请问师傅 这个其实是哪个地点有问题呢 因为梦里我不知道 是哪个地方 那肯定是 那肯定是黄埔江 黄埔江啊 黄埔江有问题 黄埔江那里是 好好 赶紧师傅你直接看 我们回头再好好反省 你看看是哪地方 你看一看两个地方 因为旧银元的话 就说明物不是属实啊 你比方说 你现在给放的甲鱼 数量不足的话 你这个银元就是等于假的了 钱买到假的东西了呀 他这个钱就变成假钱了 嗯 因为那梦里他检查了 说明物应该是假的 可能是有问题 有问题 因为就要当心了 就是你要反正两个地方 都要派进去 以后 以后或者当地 当地找几个佛友 帮忙看一下 因为有时候叫人家放生 他如果是真 他是余伤就不行 他是当地的佛友们 还好一点 好吧 嗯 好的 师父 感恩师父 我一定会发生了 但是我说 我们是否会发生了 你还要做一种 空调整的佛友 是什么 我们是否会发生了 从心里面